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电影第一次是在 最近的十年十五年 走过一段低潮的事情 但我很高兴最近两年 就看到香港电影有付出的趋势 特别是2008年、2009年 2009年香港电影开戏的数目 已经超过支持部 那就比2008年增加了大概30%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而我有信心 2010年开电影的数目 也可以比2009年再增加 合拍片也不一定是 单指是集香港跟大陆的合拍 其中也包括东南亚、日本、台湾、南韩 甚至是新加坡、东南亚地区的参与 不能只在财政上的参与 还是在导演、演员方面的参与 我们可以说是大中华 或者是华语片的中心 香港都拥有很多电影方面的优势 因为经过100年的历史 我们有很多机片、导演、演员、编剧 以及幕后的人员、后期制作的专业人士 都在香港 而且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融资中心 就是说投资电影在香港融资是比较容易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香港就成为瓦语片的一个基础中心 合拍片最近这几年 在大陆市场很受欢迎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电影市场 最受欢迎 票房记录最高的10部之内 起码有6次部 是香港的合拍片 这个也是令我们非常鼓舞的一地方 香港的导演更了解 我们大陆市场的需求 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市场的需求 而且大陆的观众 也越来越接受香港的一些香港风格 你刚才说喜剧 怎么舞杀片 现在又有复苏了 因为大陆我们说是受乐 有观众喜欢 现在有一个很可喜的现象 就是多元化了 喜剧啊 家庭的任务剧啊 音乐片啊等等 白花齐化 所以这个香港的电影呢 有好的现象 有一个好的复苏的现象 我们今年这个娱乐波兰呢 都打算 举行一个立体电影 3D电影的论坛 包包局呢 会请来奇迹各地的专家 把他们的3D的技术 向香港电影界介绍一下 3D电影最适合就是拍一些传说啊 什么历史啊 神仙啊 西游记啊 这些啊 天马行鸿的题材 那我们中国对这方面是最豐富的 所以将来呢 我看这个 当香港的电影人 掌握了这个技术去啊 最后呢 在这方面的发展 是非常远大 香港娱乐波兰 提供一个市场 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 就给各方面 电影业的参与者 来接近呢 找到他们的伙伴 导演 找到投资者 投资者 找到项目 鸡片 找到发行人 因为他们都来了 他们都来我们这个娱乐波兰 当然娱乐波兰也不单只是电影 也包括电视 也包括音乐 也包括数码 这几方面的产品呢 都在这个娱乐波兰的市场里面 找到他们的 所需要的伙伴 对他们生意 对他们的记作 对他们的影片的成功 是非常重要 娱乐波兰其中的一个 第二个叫影片市场 已经是现在世界上 第三大的影片市场 跟卡纳 跟美国 哈利物 是 兵足而立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影市场 不谋而合 都是这个电影发展局 是专门推动这个电影的工业 所以两个局呢 就在这个电影方面呢 就找到很多合作的地方 不单只在这个娱乐波呢 集中有九项的活动 都是推动电影啊 电视啊 音乐啊 数码娱乐 而且在系列各地的影展 也两个局呢 就携手去参与 携手去推动香港的电影界 去参与这些影展